一头暴虐迅猛龙到底有多聪明,今天就带你见识一下 他装作被麻醉,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将军掏出钳子准备给他拔牙 因为他有收伤恐龙牙齿的特殊爱好 暴虐迅猛龙先是翘起尾巴,然后睁开眼睛,微微一笑 哎,你还真别说,这种细爽的感觉非常的爽 将军没多想继续拔着牙,而这次他还是摇起尾巴,睁开眼睛,呵呵一笑 仔细看将军的表情,感觉好像是非常的疼 就这样将军彻底的服了,但是这个时候再怎么道歉也是来不及了 暴虐迅猛龙开始享受美食,却给一旁的瓜哥下过枪 他打算坐上电梯逃走,却发现这里边还藏着好几个人 瓜哥不想坐以待毙,但是把女人吓得张嘴大叫 暴虐大哥一听,这应该是在喊我,二话不说就冲了过去 还好电梯门关得及时,一声剧烈的撞出之后,瓜哥顿时松了一口气 但是变异的迅猛龙智商极高,一尾巴就扫断了电源 瓜哥掐着小腰一脸的蒙圈 随后暴虐来到了大别墅的里面 他依靠灵敏的嗅觉开始寻找活人的气味 此时的小女孩梅西被吓得藏在被子里 但还是被暴虐迅猛龙顺着气味找了过来 他向梅西慢慢的伸出了力爪 就在他流着口水准备用餐的时候 星爵突然及时赶到,对着他就是几发麻醉枪 但是暴虐大哥只用了几秒钟就抵消了麻醉 星爵顿时感觉自己要作飞 就在这危机时刻,不如一个大窗及时的制止了暴虐大哥的一顿美餐 趁着两头猛兽打得难解难分 星爵带着梅西爬到了房顶 但是没想到暴虐大哥很快就追了过来 还好他体重超标,在这上面根本就站不住脚 实在没有招,他只能选择走中间的房梁 慢慢的,非常有耐心的往前爬 这时大理威威在后面,使用特殊的枪械 准备和星爵来一场完美的配合 这一套操作非常的奏效 但是没成想暴虐哥的臂力十分的惊人 他凭借实力又爬了上来 就在他准备再次发威的时候 身后的步鲁一个飞跃,之间将暴虐哥怼了下去 不偏不倚的把他换穿在楼下的骨架之上 暴虐迅猛龙算是彻底的被干掉 但是地下室里毒气泄露 所有的恐龙马上就要被堵死 大理威威犹豫再三 还是没有勇气按下打开大门的开关 因为这些恐龙一旦进入人类的城市 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惊觉二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堵死 就在这时大门突然被打开 原来是梅西按下了开关 于是所有的恐龙一涌而出 他们奔向城市的各个地方 从这以后便正式开启了 人类和恐龙共同的侏罗纪世界 一个新的故事即将展开 也为接下来的第三步做好了铺垫 恐龙将会遍布整个城市 人类捕杀恐龙成为了职业 而恐龙也会不停的反击 这都是为了各自的生存 好了影片到此结束 我是木子李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